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议事结束后,阮副中宋书记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观看并听取本次监署文件的介绍。 联国领导人随后参加了一场亲密的茶会。 阮副中宋书记主席为中共中央宋书记中国国家随请国安。 这是习近平统治第三师以中共中央宋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反问越南。 也是在中共二十大以来选择了越南苏为首次出反的国家。 这次反论是在阮副中宋书记对中国进行历史性反问一年后进行的。 事反对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重申加强越中关系的重要性和首要生物。 据越南共商部的报告,11月份,工业生产指数环比增长3% 但同比增长5.8% 这是今年以来增幅税高的正月份。 其中,加工制造业与去年统计相比增长6.3%,电力生产和配送业生长9.2%等。 关注的是,2023年前11个月,部分重点二级行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橡胶和塑料制品产量增长11.8% 化学及化工产品产量增长8.6% 预知 金属产品产量、机下和设备除外增长8.4% 船、亦去、专辑 产量增长7.1% 食品加工产量增长6.2% 反之增长5.9% 最近在河内举行了半战职业 只在表战通过著名的社区 倡议和项目委 社会输出规矩贡献 带来长期和可持续影响的个人和组织 平身,团,总进入决策赛的35个项目中 选取最佳项目颁奖象征 最多得到社区想应的有意义的项目 获得了荣誉 例如,总,反映儿童项目 Fach Angel,其中 制止团对制高度和秩序的项目 如适应气候变化,克服地雷后果 和遇凡自然灾害的智能水迈中止项目 改进专海培办,指导和联系 所有灾律途中对社区承担所任的个人和团体 目标是使越南的所有设计活动透明、科学、播出 有效和具有人性化 菲律宾外交部12月12日 召见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黄一连 看一中国传出上周末在东海的算老行为 菲律宾外交部已要求中国指示其转制 停止正对菲律宾船制的非法和危险行动 同时停止干涉菲律宾的震荡活动 菲律宾外交部反对中国在向着 扫藤滩的部队运送物色的菲律宾船制 发射高压水浆 该部表示中国船制是在 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行为是非法的 进犯了航行私有 菲律宾还堪议 中国对菲律宾与亚部的三艘船制 发射高压水浆 这三艘船船制 当时正在向 考部落简单 附近的 云民 运送 石油和货物 上周围 菲律宾指示 中国海警出事 向菲律宾 普给船 发射高压水浆 中方否认 上手指控 联合国大会12月12日 通过决议 要求在加沙地带的 伊斯利亚 哈马斯战争 各方 立即停止 人道主义 交火 改决议 经大会 4分 3以上 会员 投票 三成后 获得通过 美国 伊斯利亚 和其他 3个国家 投入 反对 23个国家 投了 反权票 联合国大会 153个成员国 投票 三成通过 以向要求 加沙地带 停火的决议 巴勒斯坦 常驻 联合国 观察员 班苏尔 表示 安理会 成员通过 该决议 是国际社会 对巴勒斯坦人 警绩的 税告体现 伊斯利亚 4 10月 1 7日 以来 导正 税议 学员 病人 警局 最后 7人 杨 将 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